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Promoting Wellness, Ensuring Care 宝宝出生后会安放在您的怀里 有肌肤接触 要是有需要 宝宝会交由婴儿护理中心的医疗团队照顾 我们建议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 或在第一次哺乳结束前 最好一直能跟您肌肤接触 要是办不到 您的配偶也可以待劳 我们会在您的房间内 替宝宝检查和量体重 又会替宝宝带上试别袋 这试别袋跟您和配偶入院时候 所获发的是一样 住院期间要一直带着 护士会在您出院的时候才拿掉 在出生后的数小时内 宝宝要接受维他命K注射和涂眼药膏 如有任何疑问 您可以向您的医生、助产室或者是护士查询 若是剖腹分娩 您的宝宝会在妇产科中心内的手术室出生 但在特别繁忙的日子 您可能要转到非产妇专用手术室 待宝宝出生后再一起回到妇产科中心 剖腹分娩的时候最好有一位亲友陪伴 其他访客可以留在等候室 手术期间您的护士会留在您身边 我们会尽量让宝宝跟您在一起 若情况许可 我们会在手术室把宝宝放在您的怀里 让您和宝宝肌肤紧贴 新生婴儿家户治疗部位于妇产科中心内 为早产体重过轻或需要额外照顾的宝宝而设 我们非常鼓励宝宝的父母 时时刻刻留在宝宝的身边 和医疗团队一起照顾他 而宝宝的祖父母、哥哥、姐姐 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 进入新生婴儿家户治疗部探访宝宝 探望时间是每天早上80到晚上70 护士会教您在产后 怎样调理身体跟照顾宝宝 短时间内太多资讯 可能让您感觉非常的困惑 所以报读产前课程和首读 Baby's Best Chance手册会有帮助 宝宝在出生两个小时后 您和他其实不再需要护士 对你们单对单的照顾 就算如此 你的护士依然会随时帮您照顾 以及解决任何有关胃朴母乳 或照顾宝宝的其他问题 若是您产后不舒服 护士会给您止痛药 这些药都是Maternity Self-Medication Program 产妇用药计划 所涵盖的范围、详情 护士会跟您讲解 院方会给您一份表格填写 让您准时地记录宝宝大小便和胃朴的情况 在您出院时 离院前医院会给您一份副本 我们鼓励您尽早胃朴母乳 您最好把宝宝留在怀里 直至完成第一次的胃朴 在早期护理 母婴之间肌肤紧贴很重要 最初数天 母婴之间可能还没有建立起胃朴的规律 所以需要更多的耐心 宝宝出生前应该学习怎样胃朴母乳 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 有关朴乳的资讯 可以到HealthLinksBC的网页查阅 列治文公共卫生署也有举办朴乳教室 可以以个人或小组预约 另外Lalish League Canada的网页 也有提供相关资讯 一般而言 自然分娩的留院时间为24小时 婆妇分娩则为48小时 您在序号经历的分娩过后 一定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尽量休息 因为宝宝睡眠时间的长短很难掌握 另外家人和朋友都会替您高兴 很想去探望您 但他们可能忘记了您需要多休息 还要学习照顾宝宝 所以最好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可以去探望您 让您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休息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For more, please visit us at vch.c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